彰化县花坛乡发生了一起工地意外 有几个工人在张云路上坐挡土墙施工时 突然墙倒了下来 导致两名工人就当场被押住 当被救出时还一度没有生命迹象 意外来得相当突然 救护人员赶到时 两名工人被押在砖墙下方 立刻动用机具先将两个人拖救出来 但是他们已经失去生命真相 救护人员不断施以CPR急救 同时将他们送到绣船医院 目前两个人还在急救当中 状况相当危急 这急意外发生在彰化县花坛乡 张云路上面的这处工地 几名工人当时正在做挡土墙施工 突然整面墙倒了下来 把两名工人压在下面动弹不得 两名工人要去趴那个 先挡土帮 先挡土墙 结果就一边挡一边 就突然下来 画面中红色的部分就是原本的围墙 研判是工人整地之后 下方掏空 所以整座围墙倒塌 而工人走壁不及被压在下面 目前正全力救治这两名重伤的工人 并且动员检视是否还有其他人受困 至于意外发生的真正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绝代容貌 张华报道 你们卖来的办法 现在